来自新北市的汉邦慈善基金会是到了淡水区公所 并且带来了许多生活物资要送给低收入户的居民 这次除了有白米、袜子以及现在最需要的保暖余物 来自新北市的汉邦慈善基金会日前来到淡水区公所 并且带来许多的生活物资要送给低收入户的居民 基金会表示在每年的年终岁末前夕都会带来许多的民生物资 而这一次除了有白米、袜子还有现在最需要的保暖衣物 针对低收入户也就是比较困苦的居民 共有30多户要发送给他们 希望说每一个人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新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事事顺心 物资是一个毯子、两双袜子、还有两包米 还有两个红包是这样子 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其实起源的源起是我们的这个区长 他一直鼓励的你知道吧 还有那个小朋友的赞助学籍都是我们区长一手鼓励出来的 非常感恩 汉邦基金会表示由于在淡水北海岸偏乡地区 有许多的洛市居民非常需要受到外界的援助 而他们也说今年已经是第七年来到这边来帮助洛市 也希望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延续下去 区长也相当感谢基金会的善举 现在的天气非常寒冷 但是在淡水里面还是充满了满满的温暖 我们淡水区公所和我们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来作为合作 然后针对我们淡水区的低收入户的朋友 来捐赠毛毯的物资还有红包 我们为了就是希望让他们感受到淡水各界的温暖 让他们希望过一个好年 那在这里代表淡水区公所感谢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区公所表示未来冬天气温偏低 而基金会送的保暖衣物正好可以让若是居民来使用 而此外区长也说汉邦基金会更另外准备了许多的保暖袜 总共有三四百双要给淡水的清洁队员 而另外对于低收入户的弱势 也希望能够有社会善心人需的捐赠 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寒冬 记者许多安逸带去车房报道